传统创新实验室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然后我是古灵金 这一位是王世纪老师 对 那很感谢老师 就是前两集有跟我们谈到很多就是雕刻 他对于雕刻艺术的创作或是美感 那其实老师刚刚露 我们刚刚就在聊的时候露掉一趴 就是老师去大陆那边看到的很多的现象跟状况 跟他的人生经验对不对 嗯 当然 你带了那很精彩 精彩是还好 就是说我们去那边看的时候 当时的环境大概 可能二十七八年前 你在那儿也是在做条件吗 我们是跟人家合伙在那边设厂 嗯 那设厂那时候光是要应征一个 一个所谓 那时候薪资是供他吃穿然后月薪是人民币五十块哦 隔天早上外面差不多挤了两三百人 是哦 那时候很恐怖的啊 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去大陆啊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 我们工作环境旁边住了一个福州人 哦 他那时候是卖象牙的 象牙 对对对对 卖象牙的啊 所以他算是有成嘛 所以想回去家乡再创业 看到我们这样在做 当然他想说他他有工厂 那我们算是技术顾问 家乡和伙 所以有那个机会 嗯 啊 顺便你那时候去了也会去大陆绕绕 我第一次去那个上海 上海火车站哦 那时候还没有改建 我去了坐七天车到门口的时候 那个那时候都还会有那个 就小孩子啦 会化炎就对啦 会把你奔啦 嗯 他会拉 拉着那个计程车手把拉开的 整个人都差不多飞起来 因为要停了所以没关系 他已经 你一定要停下来 他拉到脚都没有着地的 那时代看我看的都很恐怖 结果我们下来 因为那时候都去人家都会交代 你不要给他哦 零用钱哦 嗯 结果我们里面有一个人 就是给了对方一个 他们都会一整群啦 他给了他十块 嗯 那时候十块是很恐怖啊 十块人民币等于是台币五百 五十 五十块 对对 可是那时候当然是很大 啊 啊 结果我们 我们是都没有给他啦 因为我们就会听了 可是那个就会给他 结果他一给一个十块 他后面 后来整个整群就会挤到他嘛 挤到他那里 结果他他十块只有一张啊 其他五块有了一块啊 结果他给有的人 给五块有的给一块哦 那些就指责指责他 所以为什么你给他十块 只有给我们一块啊 结果他这个那个 他就在那里排解那些事情 就排解一阵子 哇哦 所以那时候是不一样啊 那时候这个生活 大陆的生活也蛮苦的 对我那我们到车站 光是要去上厕所 大概要走五六十公尺啊 嗯哼 整个只有一个小走道 嗯哼 那走道都走的都黑金啊 黑金就是 就是走的都黑黑的 发亮 嗯 两旁都是内路出来的 内路出来的人都大背包 躺着在睡觉 然后我们沿途在路上走 都会看到天桥下啦 公园的椅子啊 都躺着整个都是人 所以等于是那时候大陆 他们在大 等于大发展的时候 所以很多 起步起步 起刚起步 内路的人 现在都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那我从那个媒体 看到上海什么浦东车站啊 很先进 吓死人了 那这样子你那时候去 你好像也没去多久就回来 是发为什么 是发现了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个技术者 只会在做作品啦 跟作品就是直接很直接互动啦 其实做事业那个要设厂 那是要管理 那从人事 还要因为那个有会计制度啦 我们跟我们平常做那很多都不一样 管理工厂跟我们做工作者 那相差太远了 所以就经营的不是很顺利 大概两 它可能不到三年就给它 解纸了 就给它停止 停损啦 可以说停损 所以那时候很多半成品 后来还是运回来 运回来后来也是没有用 因为光是后制的成本 台湾花了可能要一万块啊 可是你这个是大陆的 过来的 人家就属于大陆的 大陆货 大陆货 我们如果刚过去 那回来 一件商品差不多 做批发大概差不多三千块而已 台币三千块 当时 所以那实在落差太久 所以我这样看之后就 修正我后来再来台南创业的路 因为我很简单 我现在就是 如果是我的神像客制品 我就是向它精致化 就是追求公益性比较后段的 里面有我们个人的精神 我们的情感 都放在我们的作品上 其实传统公益 它也有这一段 那有作者的个人的追求 不是像一般就是说 公益性都一般 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然后就做这个样子 就是你只是在卖那个工钱 就是你这一段 比如说这一件作品 你在这里三天 一天如果两千五 就七千五的代工价 这个比较困难三千七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我是不喜欢 因为我后来 当然就有生活的体会 就是要活出自己 做自己喜欢做 又很愿意 我愿意在上面的付出 这样的付出我很高兴 因为最主要那个回馈 那个作品你进步了 你在里面得到成果出来 那个享受 就比金钱的报酬更高 更有欢喜 那个不是作者就 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一点 这最可贵的 当我们身为作者最可贵的就是这 就是你的作品除了你的工法之外 其实还有你的精神的特殊性 还有你自己本身在雕刻上面的特殊手法 对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候 有再仔细看老师上面的作品啊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神像 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要美美的 然后要皮肤很细致 可是老师的作品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作品上面都有很多 他雕刻的那个刀的那个纹路 对然后那个老师作品的美就是在于他 整个作品上面有他工法的笔触在上面 也就是说你在看那个作品的时候 你真的有时候就是去摸那个作品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他那个工 雕刻刀在上面的那个力道 跟他的方向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老师作品里面最有趣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我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就是说一件作品它从一块原料 然后你有你的设计 然后你怎么 但设计都有很多想法 然后有的有一些 有时候一块材料在上面已经想过五件十件的作品 所以创作品就是这样 你想的时候 因为现在材料非常昂贵 可能两三万你不可能轻易下手 你轻易下手有时候就浪费掉了 一个作者如果这样 如果没有好好的规划 常常这样浪费他也承受不起 所以在等你设定已经光是要做 决定要做了 那可能前面想过五件十件 那个都是浪费时间的 那都是成本 所以创作的艺术性 这么难 还有这么珍贵就是这样 然后从设计 设计到完成那也是反复修正 然后到真正确定了再下去执行 然后执行就是从粗胚 有竹体 竹体有那大骨 然后那有阶段性 来创作形体的建立 来到细部的处理 然后我都会保留雕刻的痕迹 那雕刻痕迹就好像画画的时候 叫做笔触 可是那痕迹 因为我有很去理解这个 就是为什么我要留下 因为留下来是很重要 这个它成为一件作品 那些一刀一刀 这就是它成为作品的过程 那个就比喻成我们 你的你今天你要往一个方向走 你有一个成果 你现在当下所做的事情 那些点滴就是成为 累积到你日后成为 你想要去的一个位阶 那都是那个就是有过程 所以那些是珍贵的 那你如果要更细腻 那你那些雕刻的痕迹刀法 有你的情绪 有你的呼吸一样 那那么的珍贵 为什么要给它磨掉 用沙纸把它磨掉呢 所以光是这个你要观念正确的 你才会知道留下来的可贵 而且这就是最真实的解释 有的因为它在雕法 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表达的时候 它没有用雕法笔 它就要用磨砂纸去给它做为修正 它没有办法完全用刀去表达 我觉得那好像就是你画彩绘 有没有 你画在木头上 跟画在宣纸上的功力的差别 因为你画在纸上 你不可以涂掉 可是画在木头上 你可以把它擦掉 这有很多 好像是 对好像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哇 你这样不讲 都还没有发现到这个差异 最主要那些就是 你保留作者当下的情绪感情 就是他甚至呼吸 因为有的你操刀会急促 所以这些就是珍贵的地方 这是一个艺术品创作家的脉络 对对 这就是最珍贵 保留是有原因的 是有基础的 所以这次老师的作品 刻意要把这些 这些您的那个首处给留在上面的原因 然后大家就是在欣赏老师作品的时候 就可以欣赏到您就是创作时候的情绪 是这样吗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好 好 对 对那我们其实因为今天在老师这边也打扰很久了 那我们想要就是请老师给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我们节目其实蛮多就是那种小朋友 就可能他是学修复啊或是学古物修复或学美术的孩子 就也不是孩子啊就也就是大学生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就是给这些同学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想要加入就是传统艺术的的人 的伙伴一些话呢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对啊 比如说你要走传统还是做创作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都可以那个以后你就可以并行 起初你可能当街路就是要坚持 你可能是说庆祝 庆祝你的旗 像我啦我后来是到爱 要提升到爱他爱这份工作 你头的庆祝我们台湾说头的庆祝要冷静 这是可以说很多人不是 包括我过期我的阶段 只有庆祝也不够 因为庆祝走下去了 不过那是一个淫源啦 因为庆祝才有这个淫源的设论 来你做做做你要坚持 工业你一定要学到坚持 因为你就是做 来里面困难辛苦 你都要吃下去要消化 因为要你会到 你头的庆祝要你的辛苦和难度会给你打击了 看你有多庆祝 因为你如果没有战胜了 你就是没有跨过那个就好像跨栏一样 没有跨过那个阶段 你如果说有庆祝一直做做做做做 你再坚持下去你会在计法上不断的突破 你的作品的那个美感也会提升 那些就是作品的提升 个人的进步会回馈到你 会滋养你会让你有成就感 你像张忠摩说也要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的 那些 有时候那些比金钱还重要 所以你就这样 你一直建设做做做做做好之后 你再到一个阶段 后来你就 你如果不断的学习 你就身上会有很多的养分跟能量 你如果有机会 这个是原创作 就算公益性它有后面的一个阶段的追求 就是你不断的精致化 你那个精致它不是为了交代你的客人 你的公益性都已经有人定了 你是在为自己那个行业做贡献 你为你的公益做贡献 所以你说我希望在我手上能为自己在一个行业 做出我自己的贡献 有的有很多公益性 别人还没有做的 我去给它诠释的更细腻 然后我去给它做的更可以有论述 其实作品上其实是有一些论述 像我的神像作品 当然我会论述我的一些精神 我会融入 这样我在做的过程 其实我就很紧密的跟它结合在一起 这样你在工作过程的辛苦就不会觉得滑味 你那些辛苦你就不会 你就变成一种享受 因为我在挑战一个技法 我在克服一个我雕刻上的难关 那你突破了 你说随时就 所以初期是一条孤独的路了 后来是你可以说你独自在游玩的乐园 那个每一个作品就有一个小乐园 所以你换作品就换到一个游乐园 所以这样才有机会辞之以恒 也能让你会在那个坚持 那为什么要谈到说要提升到爱 因为你常常只是只有兴趣 你用爱的 用爱会比较不会有想到对价关系报酬 因为你如果想到对价报酬 那如果报酬不够 你就减低你向前的前进的力量 所以你到爱会比较有无私 就是我反正就尽量为作品付出 报酬就因缘性就好 因为那有一个行情 比如像我们年轻孩子以前的人在唱歌 如果在谈恋爱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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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到 特别有力量 是吼 对我们要用爱去进行我们的创作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白雕刻就有它的基本价 只是在基本的水平之上 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我们自己的门槛 然后注入自己的精神 我觉得今天跟世杰老师聊这样 真的受益良多 因为我在回想这一路就是访问的老师们 其实真的虽然大家都在传统的 就是作品上面努力 可是到了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 每个作品其实它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好像就是种子到了泥土下面 然后慢慢开成了就是正国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收看 然后也谢谢世杰老师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老神堂 对不对 老神堂或是Google世杰老师的名字 那跟老师联络这样子 或者是我们这边代理也OK啦 对 好 那就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那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